北韓自称擁有130万现役军人 580万强大的军事力量 以及20万被役军人 要说他拥有世界上 最大的军队已不为过。 然而从一出生就被强迫洗脑 到强制他们得为君主流下眼泪 再到地位极度卑微的女士兵 北韩士兵的背后 都是各种不堪入目的真相。 你好,我叫A.O. 今天我们为你带来了 关于北韩士兵被强迫遵从的可怕真相。 你觉得在北韩生活 最无法接受的是什么呢? 在下方留言让大家知道吧! 想要安置100多万现役军人并不容易 所以说他们的生活条件 十分糟糕也不足为奇。 北韩士兵全都住在 遍布全国的小型混凝土军营中 基本上会和20多人 一起住在极小的房间里。 他们的床都是双层床架 而且军营中提供的床垫 并不像我们平常睡的那样 是用布和棉花做的 他们的床垫都是用便宜的稻壳制成的 所以它并不会像布那样透气。 所以试想想 每个军人训练回来 一身汗臭味就往床上躺 床垫吸收了所有的汗水 但却不透气 久而久之 房间就会散发南温的气味。 更糟糕的是 大多数的军营都没有自来水 士兵们想要洗澡 就得用室外的水管 或者从井里打水上来。 即便是寒冷到 只有零下23度的冬天也是如此。 在炎热的夏天 这里并没有空调 在寒冷的冬天 每个房间里 除了一个很小的木制火炉 就没有其他的取暖设备了。 在长达8年的服役时间中 这就是大多数士兵的生活方式 在房间不通风的情况下 疾病就会迅速传播。 据说在21世纪初 一场SARS席卷了大部分的军营 夺取了无数名士兵的性命。 可悲的是 新冠疫情也是如此。 虽然北韩在今年5月之前 一直坚称自己的国家的 新冠确诊率为零 但很多报道都指出 北韩许多士兵 已经死于新冠肺炎。 由于北韩可以选择的 贸易国家有限 因此他们严重依赖 自己的粮食生产力 而粮食欠收 曾使该国陷入致名的饥荒 导致数百万人丧生。 尽管有些国家在这种时候 出于人道主义 打算提供北韩食物的援助 但北韩表示 他们绝不允许 外国的援助人员进入边境 结果就导致 北韩数百万人免挨饿 连军队都无法倖免。 大家知道 北韩士兵都是吃什么过河的吗? 他们通常只能吃廉价 且最普通的食物 例如玉米、米饭以及包菜。 6月的时候 通常是土豆丰收的季节 所以士兵们一天三餐 都在吃土豆 到了8月 玉米丰收的季节 他们一天的三餐就是玉米。 通常我们每顿饭的重量 大概会落在200克到300克之间 但有许多报告显示 北韩士兵们每餐几乎吃不到140克。 要是他们是普通人就算了 但他们可是士兵啊 是那种每天都会进行高强度训练的士兵啊 这点摄取量 根本不足以维持他们的生活。 通常一名士兵进到军营的6个月后 就会开始出现营养不良的情况。 军队的粮食是如此的短缺 以至于有些高级军官 会告诉那些普通士兵 就算是冒着生命危险 也要为了自己的部队 去偷一些食物回来。 如果偷失败 还会受到惩处呢? 有许多士兵都被拍到 他们为了生存而拼命偷窃粮食 甚至是肉类的模样 但这些还只是小儿科。 就普遍而言 人民服役 军队是有责任义务 照顾好士兵们的齐聚饮食的 但在北韩 这种情况是不存在的。 当士兵们因为营养不良而无法服役 甚至连战都转不起来时 他们就会被遣送回家休养 他们的家人 需要负起喂养他的责任。 当他们完全康复后 他们就会被送回军队继续服役。 这种可怕的循环会一直持续到他们服役一为止 但更多的士兵在服役时间还没结束时 就去世了。 从出生就被洗脑 大家可能会很好奇 在那么糟糕的条件之下 金家是如何在没有人发动革命的情况下 建立起地球上最大的军队之一的。 答案其实很简单 北韩人从小就被洗脑了 北韩的小孩从4岁开始 就通过一些可怕的策略被灌输一些思想 幼儿园里会装饰着身穿军装的卡通动物士兵 他们的手上会拿着火箭榴弹发射器 手榴弹或机关枪来攻击其他动物。 他们的书里还有强烈军事形象的插图 甚至还有宣传漫画 展示人物用上堂的枪来战斗并消灭敌人的样式。 不仅如此 北韩的小孩从满山雪布开始就会穿着军服 朝鲜少年团里的孩子们也会唱着令人不寒而栗的歌词。 其中一句的翻译是这样的 300万童子军将成为枪支和炸弹 我们将成为元帅的枪和炸弹。 对,你没听错,孩子们唱的正是为金正恩献上身躯的歌。 这种洗脑行为贯彻了可怜孩子们的一生 以至于他们一直有这样的信念 他们必须为金氏家族牺牲自己 不管有多危险 他们说什么就得做什么。 当新士兵加入朝鲜人民军时 他们都会接受基础的训练 在最初的六个月里 他们会学习战斗的基本知识 但由于车辆、燃料和弹药等设备的成本非常昂贵 因此他们大部分的训练都是由 侧重于重复记忆的体能训练组成的。 不仅如此 他们在进行训练的时候 还要坚持当农夫 他们需要种植庄稼以及饲养牲畜 来补充他们贫乏的饮食 只有在那之后 他们才会被分配到相关部门接受高级培训 如果士兵们被选中 向外展示他们的技能 他们会被命令赤手空拳砸砖头 甚至会用斧头砸腹部 嗯,虽然听起来很像马戏团表演 但这是真实在北韩军营会发生的事 除此之外 每个士兵至少会花六个月的时间训练一次阅兵 这是为了让所有人能以一致的步伐来回踏步 借此取悦他们的最高领导人 强制哭泣 大家可能从一些影片中看过 当金正恩视察部队或观看他们参加游行时 北韩许多人都会开始哭泣 但他们的最高领导人仍面无表情 阿佑说的哭泣 可不是几滴眼泪就了事的那种 而是歇斯底里哭成泪忍的那种 那些士兵似乎只要看到他们的最高领导人 就会袭击而弃 这种狂热的行为也会出现在较为严肃的场合中 例如为北韩的前领导人 金正日所举行的试试纪念仪式 但实际上这些眼泪都是被强制流出来的 官员们会对那些没有表现出足够情感的士兵进行惩罚 时间回溯到2012年 在金正日去世后 官员们就开始把没有参加晨会的士兵 送去劳改营长达六个月之久 即使是那些道场并挤出几滴假眼泪的人 如果他们看起来不真诚也会被罚下场 所以当你看到金正恩出现在阅兵仪式上 然后他身边的人都开始哀嚎大哭并鼓掌时 千万不要觉得他们是被附身了 他们只是需要流眼泪而已 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 北韩人只要一到17岁就会强制服役 而拒绝履行他们的职责可能会导致严重的惩罚 像是强迫劳动 遭受酷刑 甚至死亡 永久逃离的唯一办法就是离开这个国家 但是大家都知道 北韩并不允许其公民在国内自由活动 所以更不用说出国了 士兵们也是如此 除非他们被派往中国等友好国家执行特殊任务 否则他们不允许以任何理由离开 那么他们唯一的离开方式就是秘密叛逃 他们通常会逃到韩国 因为在那里他们会得到无条件的赦免 虽然他们也可以选择逃去中国 但中国并不承认朝鲜叛逃者是难民 如果他们被抓到 他们就会被遣返 但大家都知道 脱北者一旦被遣返会面对怎样的下场 而且就算脱北者真的脱北成功 自己在北韩的家人也会受到责罚 通常他们都会被流放到山里挨饿 离谱的军装 看着这些北韩的士兵们是多么的威风凛凛 你可能会觉得金正恩在他们的军装上下足了血本 但如果你仔细看看这些女兵的脚 你可能就不会这样觉得了 女生士兵通常会穿着有着小跟的小鞋 但要是你穿过高跟鞋 你就知道如果像这样迈不走 鞋子迟早会飞出去 但北韩并没有为女兵提供更好的鞋子 所以女兵们只能用法带或是绳子之类的东西 将鞋子绑在自己脚上 这样鞋子就不会半途脱离自己的脚了 普通士兵每两年才有一套夏季军装 每三年才有一套冬季军装 至于他们的鞋子则是每两年更换一次夏季鞋 每年更换一次冬季鞋 这听起来好像不太糟糕 但其实服装质量很差 一名脱北者称 士兵们的鞋子制作非常简陋 里面是用棉花塞住的 穿了几次之后 鞋子很快就会磨损 所以可怜的士兵们每次都会把脚磨破 双脚也都会被冻伤 尽管北韩的公共卫生法声称 北韩会提供国民全面免费的医疗体系 军队里的每个核心成员都有自己专门的医院 不用买保险 不用给钱 听起来好像很不错 但前提是 这得是真的 曾有脱北者表示 他们所谓的医院几乎没有真正的药品 就算有 他们也会向病人甚至士兵收费 那些医院有的只是大量的点 除非你有千金 否则就只有这些 想到士兵们在高强度的训练下 每天会承受的伤害 这医疗体系简直可怕 许多人会用药草等自然疗法来治疗疾病 但他们不确定这些疗法 对治疗骨折等疾病的效果如何 地位卑微的女兵 虽然这么说听起来很糟糕 但哎呦还是得说 女兵在北韩针队中的地位 以及待遇堪称地域级别 经过六个月的高强度训练 再加上营养不良 许多女兵都会因此停经 有些甚至会停经多年 然而 许多女兵认为这是一件幸事 因为她们在与男兵一起训练或执行时 并没有机会洗澡或换衣服 在2017年之前 大多数女兵甚至连卫生棉都没有 她们通常只能用绷带或者从背心和袜子上 剪下来的布料垫着 这听起来就十分的不舒服 但她们也没办法 只是更糟的还在后头 高级军官经常沾她们手下女兵的便宜 虽然北韩会非常严肃地对待这类案件 犯下这种罪行的人将被判处 最高七年的监禁 但那些不守规矩的军官 常常会威胁那些女兵 声称如果她们去举报 就会阻止她们入党 所以出于恐惧 许多女兵都会选择默默忍受 在世界各地军队服役的人都知道 如果最糟糕的事情发生在她们身上 她们的家人将得到某种补偿 所以士兵们都很安心 例如在美国 国家会向士兵家属提供死亡抚恤金和补偿金 让逝者的家属生活得比较轻松 但在北韩并不是这样的 如果一名士兵在执行任务时阵亡 不管是因为保卫边境还是因为饥饿 她们的家人什么都得不到 政府一分钱都不会给 她们只能得到一份证明 证明该士兵是出于对党的忠诚 而执行了任务 如果给你一个机会 你会想去北韩当兵吗 在下方留言让大家知道吧